過氣上的惡意就是完全都不用在意 我覺得好像真的不用了耶 真的 因為合作很長的時間了 那其實我們對劇本都會有一定的 自己的角色跟劇本都有一定的了解 那因為是熟悉的夥伴 所以在表演上會更放心 剛才在拍照的時候啊 就是算說你們兩個已經超過100歲了 我沒有 我沒有 明明就沒有超過100歲 所以我完全 剛剛我就先道歉了 我說我是來把劇組年紀拉高 那另外一位是淑芳阿姨 好不好 然後也是來把顏值拉低的 小燕跟小燕沒關係 對她是受害者 所以開玩笑 所以她有時候想要被彼此笑 電到一些 沒有 是希望觀眾看到被電到的感覺 其實剛在拍照的時候 光臨哥一直在跟我講笑話 對 所以我一直笑得很燦爛 我每天要逗她笑啊 對 她其實她的功能真的是每天來服裕我 那個服裕我的心靈 為什麼 是你的角色比較 也沒有啊 因為她其實就是 在劇組就是會讓這個氣氛也很和諧 然後她很會 因為常常一起出外景啊 進棚 跟她搭的時間很長 所以她很常會逗我笑 沒有啦 其實也不只小燕 希望大家每天就是 開開心心地在這個氛圍裡面完全工作 開開心心地回家 對 剛剛有聊到就是有跟蘇芭阿姨對話 那聊聊是跟蘇芭阿姨合作感 還有蘇芭阿姨 因為她是 蘇芭阿姨是演我阿嬤 順哥是演我爸爸 其實我很多年前曾經在外面的戲跟順哥合作過 他演我爸 他也是演我爸爸 那我會覺得說 他們的表演真的很行雲流水 就很流暢 那像阿嬤她是完全不太需要去記台詞的 可是她台詞永遠就是搭得很精準這樣子 我是因為有私交 對 有一些私交 所以包含蘇芭阿姨跟那時候我父親還在世的時候 是鄰居 所以我們會變成比較不談 然後 戲裡面他們都老戲 我當然就不用多說 很值得我們學習 對 兩位專事搭檔 大概還是會想要看你們演一些偶像的情節 那兩位有沒有自己有想要演那個情節或是強短 平常看別人演自己 我想試試看 我倒希望可以演出一些 夫妻間生活的 因為這比較不會出現到的一些 柴米油煙醬素茶 這些生活的東西 對 比較 我覺得生活戲 會比偶像劇來的更貼切的一些觀眾心裡面想要 我個人是這麼說的 你結婚了嗎 還沒 還沒 對 所以你會想要說結婚之後會有什麼樣的一些東西 對 我覺得如果它放在戲裡面其實會更好 對 那裡面呢 我會比較傾向就是在戲裡面結婚前會可以多琢磨一些比較偶像劇的情節 因為女生嘛總是喜歡粉紅泡泡啊 我自己個人啊 我自己個人啊 譬如呢 你剛剛說壁咚啊 或者是那種很曖昧或者是有爭風吃醋的時候 對我想如果我是觀眾我會比較期待看這個 感覺戲裡面好像是你比較像男孩子 然後你比較像女兒子 沒有沒有 其實真實生活中也是這樣子的 對 我動作超快 像我們每次出外景 我就很像男生 我不管做任何事情我速度都很快 然後可能我們在現場就要等冠玲哥 喔 補妝啊 弄頭髮 換鞋子這樣子 所以裡面其實比較像霸道走殘的個性 比較像男生啦 對啦 有什麼比較細膩的部分 沒有 沒有 他心思很細膩 因為他其實是很樂於照顧人 我喜歡照顧人 就包含我剛剛說就是 今天有點感冒 就是因為戲裡面看 昨天晚上拍外景的時候 因為泳兔他就穿連戲嘛 他就穿無袖的 就是短裙 戲裡面我就是把劇情蓋一下 把自己的外套拖給他 就自己有點感冒 就這樣 那是他大嫂 戲裡他就是我大嫂 你家出的我大嫂 然後包含 戲裡我的弟弟 我們就出個外景 然後游泳池的戲 他動到已經全身發抖發抖發抖 動到不能演 結果 我安排全部的東西 然後把自己泡好的茶 全部給他喝 然後幫他把環田弄一弄 然後再重新再拍 對我喜歡這樣照顧人 對 所以你現在要被照顧什麼 貼心 我有助理照顧我 其實 他一直都很貼心啊 他 不好說 很多耶 因為 工作時間很長 然後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其實都是很貼心的 我真的沒有辦法舉例